有些人問嬰兒車可否用乳擋 嬰兒車身是矮的 飛沫會否較易彈到嬰兒車 令嬰兒多了機會感染 平時照顧小朋友 小朋友的用具通常都會勤加去清潔 用乳擋的話 都一定是先清潔乳擋 蓋住嬰兒 其實大部份嬰兒車身都被遮擋住 嬰兒直接被飛沫彈到的機會很小 因為一般飛沫傳播直徑的距離 都是一米左右 例如飛鎮有個人在一米附近 蹲下地打一刻 否則在嬰兒車身比較矮的時候 是否大些機會彈到飛沫 其實很多時病菌經過飛沫傳播 雙手不乾淨周圍摸 摸完再摸到嬰兒車上 然後再放在嬰兒上 這樣才是最大機會感染到 不是直接飛沫彈到嬰兒裏 所以都是注重手衛生 勉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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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觸一些病毒 那就沒有那麼容易感染了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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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